第一个写一个函数 告诉你所选定的小动物的教程 这个东西你可能读不明白题 你不知道和这个函数怎么对应到一起 但是写一下就明白了 这个函数 首先说函数定义的功能 函数才能代表功能 任何一个东西都没有函数定义功能 更加准确 这个东西就是抽象功能的 抽象通式的 然后写一个函数 告诉你所选定的动物的教程 那动物分几种 你可能什么叫你所选定的 比如说这个函数给你留了个接口 你可以去选定它 对吧 这个接口就是参数 对吧 然后里面根据你传的一个参数 可以调出不同的小动物的教程 对吧 那很简单 写个函数 这个函数叫 叫怎么说 叫scream对吧 尖叫对吧 尖叫 是吧 是吧 你又一点忙了 你是学英语的吧 你是不是没骗我 来看啊 然后呢 里面穿个参数 就animal 小动物嘛 小动物 然后呢怎么办 判断每个小动物嘛 比如说咱 咱就写几个吧 写几个小动物 比如说这个猫狗 鱼什么的 来 鱼 是好 这问题好 animal swish animal kiss kiss什么呢 kiss这个 比如说dog kissdog kissdog 然后呢 比如说 console 咱这样吧 打印吧 打印 document.write .write 这个 这个wong wong 是吗 wong 然后 kiss kiss什么 cat cat 然后cat呢 喵对吧 喵 然后来个fish 行吗 fish 诚哥为啥你非得写鱼啊 用其他不会写了 对吧 鱼突泡 对吧 突泡 怎么就不能表示呢 对吧 啥都行 啥都行 ok啊 然后呢 咱为了防止这个东西往下漏 怎么办 break吧 除了break 还有其他办法 咱说学return嘛 return是不是也行 对吧 这东西更高级吧 这把函数中止了 对吧 return ok 行吧 这样就ok了 ok了 然后咱 咱就用吧 scream scream 里面写 写dog 是不是传进去 写旺对吧 然后scream 里面写这个 里面写fish对吧 fish 是不是出来了 对吧 这是第一个函数 说不难那个 对吧 ok 没啥问题 放着了 第二个 写一个函数 时间累加期 就写过了吧 不写了 第三个 定一组函数 输入数字 并逆转 并输出汉字形式 这个东西有点升华的意思 定一组函数输入数字 逆转并输出汉字形式 啥意思 先分析 第一句话先扔掉 先不用看 整题输入数字 这也不用看 输入数字很简单的功能 关键重要点 学来后面的吧 要把这个数字给逆转 比如123给转成321 对吧 然后输出 还不能输出321的数字形式 必须得输出汉字形式 或者什么英文什么都可以 反正给找了就行 对吧 这里面其实是几个功能 两个功能 第一个大功能叫逆转 第二个大功能叫你把它 给它换成汉字 对吧 换成汉字 来吧 咱写吧 咱先写 按顺序来写 输出字 定义组函数 输出字 然后什么着 输出 对吧 输出字逆转 逆转叫reverse 咱先这么写 reverse reverse里面呢 可能说可以输入的 输入一个num 怎么输入呢 window叫prompt input是被输入了 对吧 由于输入这个东西啊 是一个字符串 是字符串吧 咱可能说需要把它转成数字 然后数字再加点乘数 把它逆转过来 对吧 那现在给大家讲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 大家可以节点一下 当然这个方法以后还会讲的 有点超光现在 它现在是字符串形式的数字 那咱们就要字符串吧 而且这个字符串呢 特别好 都有写一个字符串 这个字符串 123 这个字符串好在哪呢 这个字符串也可以去表达 把它的每一个拿出来 比如说 char at 字符串有方法叫char at char at 0 就是把它的第0位拿出来 char at 1 就是把它的第1位拿出来 那东西是吧 他能把它的某一位拿出来 能拿出来 是不是反转起来就好办了 对吧 反转起来就好办 反着拼呗 对吧 其实还有个更简单的方法 更简单的方法吧 有点 怎么说 有点过于潇洒了 对吧 过于潇洒了 这个方法就是 直接写括号 像拿数组的每位一样 因为字符串也是基于数组来写的 JavaScript的字符串 是底层是基于数组的 以后再说这个问题 你这个1 是不是出来也是第1位 对吧 它和那个差不多 而且字符串 它最奇怪的是 它也有lens lens是它的长度 那种意思吧 这都有 这些东西都有 就是完全它就可以像数组一样 存取吧 对吧 但它最好用这个标准方法char at 标准方法char 让大家看 咱们把这个东西拿出来 现在这个方法 首先调用方法之后 我输入一个这个东西 输入完了 输入完了之后 咱把这个nam 想倒过来拼 倒过来拼 是不是先倒过来 怎么样先倒过来 摆它的每一位先识别出来 是不是倒着来 对吧 每一位识别出来 是不是得放循环啊 放循环 Vor I等于 I等于啥 I等于零 I等于零 I小于lens的话 是不是正在拿 正在拿就先拿字符块第一位 再拿第二位 再拿第三位吧 那你拼还得倒着拼 是不是挺麻烦的 那我直接倒着拿 是不是一拼就可以了 是不是倒着拿可以 对吧 等于 等于lens吧 等于什么点lens nm点lens吧 nm是不是一个字符串 对吧 然后 I大于 零 是不是I的大于零 I大于零吗 I等于大于等于零吧 那前面这块是不是就不太对了 是不是得减一啊 因为它都是从零开始算的 比如说一个字符串长度是三 但是它的第三位是字符串二 对吧 这应该这么算 然后I- 对喽 然后是不是这样的话 咱nm I或者nm点 Xat 这个I 一样的 咱这样的话 Xat I 咱为了方便吧 咱直接就是 方括号 I了 省得说nm 这个Xat 一会你忘了 咱这样的I 是不是拿出当前位了 是不是反正拼就可以了 拿一个东西去拼它吧 咱找一个字符串空串 是不是它作为一个累加 或者累合那个容器 对吧 拼 那就怎么拼 是不是还是加等于 加等于字符串也行 因为加等于的 加等于的根本还 就是加上你之后 再付给我自己 对吧 先赌我 然后再连上你 再付回来 对吧 加号是不是有字符串连接的意思 所以字符串是不是也能加等于 连到一起吗 一样的 我看一下啊 比如说字符串等于123 现在这个字符串 加等于 字符串234 随便这样了 连上再付给自己吗 对吧 你要把这个加等于拆开看 然后你才知道加等于是什么含义 对吧 不能说的光系算数字 它是可以灵活用的 加等于是不是就会连上了 连上之后 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 给输出 现在的输出哈 输出STR 看一下什么东西啊 调用reverse 回车 咱们要输入一个东西 输入123 是不是输出321 是不是现在反向了 反向没问题吧 那现在反向的同时 我要把你的每一位怎么着 翻译过来对吧 翻译成汉字对吧 那怎么翻译成汉字啊 在哪反译 实际上说在哪翻译最好 是不是在连接的时候翻译最好 因为这已经把每一位拿出来了吧 是不是特好翻译 也就是在 如果还有一个函数能把它处理了之后 把这个结果反回回来 是不是这是最好的 那这回咱们就最好不要在这里面写了 如果你在这里面写这个方神的话 你可以写到这个方圈环里面 那是不是方圈环每转一圈都会执行这个一大头代码 这不太好 写一来不太好 如果是一个单独的功能 那函数的意思就是抽象功能了 如果是一个单独的功能 那就把这个单独的功能抽象出来 那是吧 那就这样 再写一个change 别change了 叫transfer transfer吧 transfer是转换的意思 转换的意思 就在公司里面啊 公司里面有一些 有些非常洋气的说法 那么说我把土洋结合的说法 对吧 包括什么这个开会啊 delay30分钟啊 对吧 这个什么什么东西 对吧 谁跟进一下 谁care一下 对吧 然后这个 就是两个人 两个人转岗 两个人轮岗 比如说一开始入职的时候 有一段轮岗 你可以选轮岗期 比如说你可以体验 体验其他岛位什么样 这都可以 可以轮岗 轮岗就是transfer 谁跟谁轮岗 transfer对吧 所以吧 你在这公司里面待时间长之后 你感觉 哎呀 对吧 你感觉这帮忙不烂 今天说话也不正经说 对吧 也不正经说 我天天就是半句中文加半句英文 对吧 你要不会的 你还得查一查 对吧 查完之后 往往都是 他说的不正确的 对吧 往往都不正确的 他们管那个事儿叫event 管那事儿叫event 对吧 这块event 你处理一下 对吧 这个event都国际大事了 好像没录像 录了录了 录了录了录了 他们管这个事儿叫event 对吧 后来我特意查了一下 我特意问了一下专家 对吧 event可以这么说吗 他说不行 对吧 像那种什么创不掉大楼 才说event 对吧 特别大 特别大的事 知道吧 特别大的事 什么意大利公投啊 拖线公投啊 什么什么英国公投啊 对吧 那他要event啊 小事就要p 对吧 小事就要p 然后啊 这个transfer啊 transfer转换的意思 来咱看啊 这个里面主要做的目的 就是你要传一个参数过来 我把这个参数给你转换回去 传的应该是数字 对吧 传的应该是数字 然后转换回去的呢 应该是一个汉字的形式 对吧 然后现在把这个参数放到这 参数呢 target 叫做target的目标 然后呢 咱在里面去怎么转换 if这个target等于 闪着啥的时候 对吧 if这个target等于 1的时候 然后 咱们给他 return 是关注返回值 return那个闪着啥 对吧 但是不写e 不挺恶的 啊 啊 啊 咱写switchkiss啊 咱写switchkiss不更好 switchtarget kiss kiss如果是1的话 咱们return 大写的1吧 大写的1 对吧 然后kiss如果是2的话 是不是写return就不用这啥了 对吧 return啥 俩对吧 对吧 写阳气点吧 对吧 s 对吧 s s怎么写 这么写了 真有这字啊 多了不写了 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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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省了 回去你自己补充完啊 咱三个数了 啊 这个东西写完之后怎么用呢 其实你是不是放到这就可以了 这块让他函数执行 让他来一个transfer transfer 里面放nam i 就把nam i传进去了 然后他读了 执行这一行的时候 大家看看怎么来执行 是不是先看后面的 先执行这个函数 等到这个函 这个叫函数执行嘛 这个函数执行完了之后 把函数结果返回到了这之后 是不是才算这句执行完 才能接着往下执行 对吧 是不是才能执行往下执行 对吧 这是有个执行顺序的 因为执行不是单线成的吗 还是有执行顺序的东西吧 执行顺序是这么理着来的啊 所以到这的时候 要执行这个transfer transfer就意思给你转换出来 然后你再连辑 放下连辑哈 是你们总标 总标这东西 来咱看一下啊 123是返回 321对吧 321啊 然后什么321 送来啊 送来 送来这个东西 来输入321 是不是123 对吧 反过来对吧 这都可以反吧 你回去自己试一试对吧 回去自己试一试 这就是一个综合类的方法 是不是没问题这个 没问题吧 好了 接下来咱把那两个东西讲完啊 哎 这俩啊 这俩这样啊 咱留个作业 咱留个作业 你把4和5 写出来 写出来需要怎么写 听我说到对吗 需要怎么写呢 你如果把之前 之前是不是这俩咱写过对吧 写过之后 你把它替讯成函数里面 那你就不用写这种方法了 写另一种东西 就是除了上一种形式以外的那种形式 换句话 我给你个小提示啊 我把第一个的结果先告诉你 我不给你讲 你看能不能把第二个写出来啊 第一个比如写累 叫什么 写阶层嘛 对吧 阶层叫 叫什么呢 阶层这样吧 对吧 居然和我名字如此类似对吧 这个含数代表阶层的意思啊 里面要传一个n对吧 传一个n的阶层嘛 n是不是代表一个变量对吧 现在呢 我把这个东西给你写出来啊 当n等于等于1的时候 返回1 然后呢 接下来返回n乘以gcn-1 这样这个东西 这个阶层就可以求完了 所以现在 阶层 5的阶层是b12 10的阶层 好大呢 知道吗 好大呢 一个阶层 这就可以了 这就完事了吧 这是一个求阶层的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我可以把名字先告诉你 叫做D规 叫做D规 回去你试一试 看看 你研究研究 看看这个东西 你能不能想得明白 下来我讲这个东西呢 这是一个正式的一个知识点 D规啊 把这个东西看一看 看能不能明白啊 然后回去试试 把下面这两 第五个 也是拿D规写的 也是拿类似于这种东西 对D规写的 我先把D规的两个东西 告诉你啊 第一个D规的 第一点注意点 是找规律 第二个注意点 叫做找出口 找出口 就是找停的那一点 懂得懂意思吧 找停的那一点啊 先写出来一个形式 你理解理解 然后等会啊 没完事 我把下面这个这一篇 也给你看一看啊 这一篇 说下函数这个作用域啊 函数作用域 先理解一下 下来课咱们会重点去讲它 我先铺垫一下 函数这个作用域是这样的 函数里面可以访问外面的东西 比如说A等123 在这里面 你可以访问这个全局的A 我说下全局和局部的一个区别 在这个screw标签里面的 全局上定义的变量 我们管它叫做全局变量 能懂得是吧 叫做全局变量 然后呢 在这个函数里面 我们定义的变量 叫做局部变量 能懂得是吧 A是全局变量 B就是局部变量 能懂得是吧 这是两个叫法 然后现在有个规则 就是在函数里面 你可以访问函数外面的东西 可以访问外面全局里面的A 能没有意思吧 就现在你 你实行这个函数的话 是不是可以访问A 能访问是不是可以修改的 就可以在它基础上 什么累加累成 是不是都可以 对吧 能用它 这是函数里面的 能用外面的 那函数里面的 里面的呢 或者说函数 函数外面的 能用函数里面的东西吗 你看访问B 你看能访问吗 看能访问吗 是不是肯定不行 函数出来 是你把那个结果 是函数出来 等了以后用 那种情况是另说了 对吧 就函数里面能访问 函数外面能访问里面的东西吗 说不能访问 对吧 它符合一个原则 叫里面的能够看到外面的 外面不能看到里面的 去那种东西 就像一个玻璃 就像咱们有一些警匪剧里面 对吧 香港的警匪剧里面 有一个 就是包括警察 审判那时候 有个审判那一个屋 对吧 那个屋一般有个玻璃 对吧 一镜子 里面看外面是看不着的 看外面就跟照镜子 对吧 但外面看里面 是不能看到 对吧 就这个东西 就像那个似的 这个里面的东西 能看到 能拿到外面的东西 外面是看到里面 外面看里面 就跟看镜子似的 对吧 单面是单透的 知道吧 单透的 然后呢 这个东西规则 咱还可以隐身一下 隐身是什么呢 这里面定一个 这里面定一个B 删的干嘛 等一二三 然后方神 方神里面有个demo 这里面有个A 这里面有个C 等二三四 然后现在 这个demo执行 在这个demo里面 它是可以访问B的 这里面也可以访问A的 因为它是最里面的一层吧 就是里面的 一定可以访问外面的 不管外面多少层 它都可以访问 但是外面的 就是不能访问里面的 那这样在test的区域里面 能访问这个C吗 是不是函数套了一个函数 这道局部函数 能访问C吗 说不能访问 对吧 这是一个链条式的关系 最底层的 可以拿到外面的任何东西 最里面的 是不是权限最高 越到外面 是不是权限越低 是没法往回去弄 对吧 就好像 就好像什么呢 就好像 这样 你可以 你可以管你父亲要钱 对吧 你可以管你母亲要钱 花他们的 是不是可以 你也可以管你爷爷奶要钱 是花他们的也行 但是反过来 你爸说 能不能给我点钱 对吧 你立马变挂了 坚决不可以 never 对吧 坚决不行 对吧 有立场问题 对吧 这是像一个这样的关系 你可以用你父亲的 你可以用你爷爷的 但是反过来 坚决不行 对吧 坚决不行 但这话是开玩笑 其实是必须行的 对吧 必须行 传统美德 传统美德 好了 这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 这样的一个关系 里面的可以放过 那现在看一下 这个函数说 这个函数可以形成一个作用域 这个作用域像一个小的房间一样 这个房间有阻隔和外界的一个作用 比如说两个房间之间 第一个房间里面设置变量 第二个房间能访问吗 第二个房间能访问吗 说不能 他俩之间咱不用试了 肯定不能访问 他俩之间是两个独立的房间 能访问对吧 就是咱不能上隔壁去拿东西一样 隔壁不能上咱就拿东西一样 对吧 两个房间 虽然他是并行的 但是不能访问 但是如果全局有一个变量的话 全局有一个 这样一个global变量的话 是不是他俩都能访问全局的变量 并且他俩都能修改全局面的 对吧 他俩修改都是一个 对吧 都是一个 好了 这是可以的 就是你再次说明 里面的访问 里面的可以访问外面的 外面的不可以访问里面 对吧 然后彼此独立的之间 不可以相互访问 对吧 是一个这样的关系 这是函数之间的访问关系 然后再留一个大作业 留个大作业 这是访问顺序 大作业是什么呢 是挑战性作业 能做出来做出来 做不来的话 对吧 我也不惯意 挑战性作业 这个挑战性作业 先说一下规则 要求输入 这个你怎么来写 你多少方法来写 都没关系 但我建议你别去上网去查 你查不到 对吧 这个叫做银行家算法 也不算什么特殊的算法 他就是挺磨人的 要求输入一串 低于十倍的数字 输出这块数字不大写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你在银行里面存钱 一万对吧 银行里面会给你写一个纸条数据 对吧 叫做什么 一万元 一万还不是这个万 打麻将那个万对吧 麻将那个万 是这个吧 一万元对吧 没打过麻将吗 打过吧 一万元对吧 你们居然打过麻将 太不像话了 太不像话了 我会打麻将 是我老子教我的 我老子在我六岁的时候 他看 对吧 我老子在我六岁的时候 带我 他嫌没意思 对吧 对吧 然后那什么 教我们几个弟弟 我跟我两个弟弟 我们几个打麻将 陪他玩 对吧 仨小孩 跟一个六十多岁老太太 对吧 我打小就会 打小就会 一万元 是不是这么写 对吧 咱们关注这个事 我再来一个 现在 这个你咋读 叫一万零一 对吧 一万零一 中间三零 是不是只读一个 这没问题 都同意吧 是不是叫一万零一 我现在教你规则 然后你怎么读 要不然给你的话 你根本就不会做 就是你要把他的读法 写出来 咱们执行的过程 就是给你收一个数字 你把它读出来 能懂得懂 读出来 银行那是不是都读出来了 对吧 现在再来 这怎么读 一万 一万一十 一万零一十 有分歧了吧 一万零一十 一万零一十 对吧 一万零一十 一万零一百 一万零一百 一万一千 一万一千 咋读这 咋读 一万二 一万三 一万四 你听过谁 一万零三 一万零四吗 不能吧 一万零三千 是没这么读的 但是一万零三百 是不是这么读 对吧 你一定记住 然后再来 十万零一百 十万零一百吧 你可以验证一下 你上银行存一下 是吧 取一下也行 对吧 替别人取一下也行 验证一下 这叫十万一千元 没有零 读零和不读零 有一个规则 大家挺好 读零不读零有规则 千分位 如果是零 必须得读 千分位 如果没零 千分位 如果是零 必须得读 如果千分位不是零 就不用读千分位 这个零 那么是吧 千分位一旦有值 一二三 不用读 一百万九千 一千万九千元 懂我意思吧 千分位 如果是零 一百万零五百 这必须得读零 那种意思吧 必须读零 十位以下的 十位以下就是十亿以下 对吧 十亿以下 不用太多 十亿以下 把这个东西处理好 就可以了 十亿以下 输入一个数字 然后输出 输出一个数字 OK吧 十亿以下 OK 提前做出来的有奖励 好吧 提前做出来有奖励 考试 没事 我也没要求你 必须得做 对吧 这东西快 这东西快 就是 如果好好写的话 一宿一宿 对吧